小熊多了,讲故事 贪吃的黄鼠狼 有一只贪吃的黄鼠狼,吃了几个臭鸡蛋,结果啊,大病一场,在家躺了好几天才养好病。 又瘦又弱的他,决定出去找吃的。 黄鼠狼跟着空气中的香味,来到了村边的一座小旅馆。 他从墙的缝隙里闻到香味,就拼命地用爪子扒墙上的土,最后啊,竟扒出了一个窟窿。 黄鼠狼钻了进去,看到里面有许许多多好吃的东西,高兴极了。 黄鼠狼在食品中跳来跳去,不停地吃呀吃呀,几天以后就变得非常胖了。 肥大的肚子圆滚滚的,但他一点都不知道。 一天下午,黄鼠狼正在吃东西时,听到开门的声音,有人进来了。 黄鼠狼啊,撒腿就跑向墙上的那个窟窿。 可是,尽管头和肩膀钻了出去,但是,由于肚子已经长得太肥大,黄鼠狼被卡住了。 两只粗大的手抓住了他的尾巴,黄鼠狼正是后悔极了。 如果当初不那么贪吃,也不会长得这么胖,现在也不会被捉住了。